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我昨天定级亚服传说第86名的卡组 挖掘异病DK 本局我们的对手是新版的翻倍贼 对面的这套卡组也是非常的有趣,非常的好玩 具体是怎么样的,大家跟着我往后看就知道了 自从3月20号清洁机器人退环境之后 这个异病卡就没有手段能够清理了 所以说越打到后期,这个异病DK越强 这里因为前面他用过这个频率震荡机了 所以说这里他三费5-7的这个翻倍奇利亚斯 这张牌如果说你当回合解不掉啊 他下回合直接10攻 而且绝大多数职业很难在4费的时候解掉这个7血的奇利亚斯 那么这里问题来了 是卖脸去解还是硬币挑飞去解这个5-1呢 这里很明显我也犹豫了 大家记住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我没有卖血是很关键的一步操作 昨天我用这套异病DK 基本上是70%胜率上的传说 所以说强度也是非常不错的 除此之外我还用了另外一套这个彩虹DK 两套搭配着用 只不过说昨天没有更新作品啊 一天没玩游戏直接掉到900多名了 所以说亚福这个人数确实很多 我们这套牌除了这个恶犬以外啊 我们还有特别多的这个回血手段 所以说这里我们要赶紧过牌把我们的挖掘牌找过来 这里5费回合啊 它很可能要启动了 2费的这个机械机器人 然后再配合这个3费的蜘蛛机器人 直接就是8-9前行的机械 这种8-9的前行机器人啊 绝大多数职业在5费的时候是处理不了的 所以这里啊 我们就不管了啊 它这个只能是前行一回合啊 所以说还好 如果是一直前行 那我们就没法玩了 对面这道卡组是既有强度又有娱乐性啊 如果他手上有第二张这个蜘蛛机器人啊 他踢完我们的脸之后 他可以再前行一回合 这里看他的样子很明显是有第二张的啊 果然啊 这个机器人直接12-14前行 现在天梯上主流的这个快攻虾和这个DK啊 基本上都不怎么带这个嘲讽随从的 所以说你没办法阻止他打脸 这里我们想上恶犬都上不了啊 他这个前行的我们没办法吸血 这里是我们第二次挖掘啊 四次挖掘之后给的这个爱泽里特鼠啊 是可以回血的 我们这套卡组啊 为了打这个快攻虾呀 我个人也是做了一些微调啊 像这个恶犬就是 除此之外 我们还带了这个猪如绝绝怪啊 也能回血 这里产攻的话还差5点伤害 这个无人机拆解器啊 它一共会给8种机器人 这里只有出风怒啊 才能杀我们啊 概率是1% 这里全手的话 至少要打3点在英雄身上才行 打了2点 那这里的话差1 大家想一想前面 如果我们用脸解了那个奇利亚斯 那这里是不是就没了 好 这回合啊 我们先不要四次挖掘 我们还是先用这个恶犬啊 回一点血 因为恶犬啊 它是可以对相邻单位造成伤害的 所以说这里我们可以直接回9点血 再加上左边这两个单位啊 刚好可以解掉这个前行随从 我们这道卡组打这个快攻卡组啊 都是有这个不错的胜率 如果是打这种慢速卡组啊 因为有这个海拉的存在啊 越往后拖对我们越有利 这里还远远没有结束呢 现在我们手上也没有这个吸血 对面手上还有这个水上无者索尼亚啊 是完全有机会斩杀我们的 这里索尼亚会再给他一张零费的这个拆解器 大家都知道这个快攻下特别怕这个冰刀啊 我们另一套用来上传的这个彩虹DK啊 最高可以拥有四把冰刀 明天的话我们会更新另一套彩虹DK 大家可以两套搭配使用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太阳看护者也带了啊 这个也是可以回血的 这里狗头人是我们第三次挖掘啊 这里大家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第四次挖掘啊 我们尽量用这个骷髅矿工触发啊 这样的话爱泽里特鼠啊 他就是零费了 这里爱泽里特鼠会复活我们阵王的费用最高的随从啊 也就是这个恶犬了啊 直接就是回了15点血将近满血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刷里特鼠会